把面粉倒入开水中,瞬间变成一道美食 大家好,今天我们分享一个面粉,特别的好吃又解馋的做法 首先我们往锅中加入400克的清水 加入10克的白糖,搅拌均匀化开 把水大火煮开,煮开之后我们关火 关火之后再准备200克的面粉,把面粉倒入开水中 用铲子这样给它搅拌 一直搅拌到这种没有干面粉的状态 然后往案板上面抹上一层食用油防粘 把烫好的面摊开,放凉备用 锅中加一勺黑芝麻,一勺白芝麻,把它们炒香 炒香之后放入到捣蒜器里面,然后给它们捣碎 捣碎之后放入到碗中 然后往里面加入三勺的白糖 再加入半勺面粉 然后充分的搅拌均匀之后备用 面团放凉之后加入15克的面粉 再加一勺食用油,一勺清水 然后就这样抓拌均匀 再接着这样继续揉 把面团揉光滑之后,然后揉成长条 再切成等份的小剂子,把小剂子揉圆 把小剂子这样做成鸟窝状 然后放入适量的馅料 像包包子一样这样包起来 刚才馅料里面加入了面粉 这样的作用是糖化了之后,糖不容易流出来 包好之后,用手这样再按一按 全部做成这样的圆饼状 锅里加入适量的食用油 用筷子测一下油温 这样冒气泡就可以下锅炸了 把饼胚这样慢慢的放进去 炸的时候注意来回翻动一下 让其受热均匀 全程开中小火慢炸 慢慢的这个饼胚就鼓起来了 炸成这样金黄熟透,捞出控油 一盘好看又好吃的小饼就做好了 外酥里嫩,吃起来香甜可口 一掰开就温到浓浓的芝麻香味 看着就让人食欲打开 营养美味又解馋 真的是太好吃了